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学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学习 AX加AB等于C的应用 好 我们先来想一想 铃银每天克2.8元 问苹果每天克要多少元呢 我们根据图中可以看 小丽买了苹果和铃各2千克 一共需要10点字元 那怎么算呢 下面我们一起来学一学 我们根据提议列出一个表格 知道苹果买了2千克 但求的是苹果的价钱 看铃单价是2.8元 我们买了2千克 总价是10.4元 现在让我们求的是苹果的价格 求谁 我们就可以 摄谁 摄苹果每千克是X字元 我们知道总价等于苹果的总价 加上梨的总价 苹果的总价等于 苹果的单价乘数量 苹果的单价乘数量 所以 苹果每千克X字元 我们根据上面的等式 列方乘 苹果就是2X元 比的总价就是2.8乘2元 等于10.4元 一共画的钱数 我们继续来解方乘 得X等于2.4 所以我们就求出来了 苹果每千克2.4元 同学们 你们会根据提议 是X变方乘 几方乘了吗 我们来答下题 答苹果每千克2.4元 好 我们再来看看 我们还可以用 梨的单价 加上苹果的单价乘以2 就等于总价钱 梨的单价是2.8元 苹果的单价 我们设成了X 所以用2.8加X的和乘2 等于10.4 我们再解方乘 最后X 还是等于2.4 答苹果每千克2.4元 同学们 你们会用这种方法了吗 好 我们来看 这两种方法 发现了 他们运用了 成法的分配率 我们看一看是不是呢 2X加2.8乘以2 这边是2X加2.8加X的和乘以2 运用了成法分配率 下面我们一起来念一念吧 小红买了面值1.2元的邮票8张 和面值60分的邮票 准备送朋友 一共花了12.6元 问他买了几张60分的邮票呢 我们问谁 就要设谁为X 所以我们设他买了X张 面值为60分的邮票 注意 在这之前我们先要统一单位 把60分 统一乘和1.2元 相同的单位 60分等于0.6元 再根据提议列出算式 一共花的钱数是12.6元 他应该等于60分邮票的价钱 加上1.2元邮票价钱的总和 所以是1.2乘8加上0.6X 最后X等于5 我们根据解放厂的求出来 所以他买了5张60分的邮票 同学们你们记住了吗 首先要换算单位 统一单位 然后问谁设谁为X 根据提议列出等式方程 最后解除方程 我们的答案就出来了 好 下面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 本节课的内容吧 根据乘法分配率 可以把形容 AX加点AB等于C的方程 转化为AX加点AB等于C的方程 形容AX加点AB等于C的方程 解它的时候呢 我们把AX看作一个整体 再算AB 再求出AX的值 最后求出X的值 那再解形容AX加点B的和 或者X等于C的时候 我们把小括号内X加点B 看作一个整体 先求出X加点B的值 再求出X的值 好了 同学们 你们会用这种方法来计算了吗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